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OneNote的基本操作 就是你進到群組裡面,你要看教材 它把每一次的這個上課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任務 所以在這裡面就會有這個單元 那你打開我們的教材就在這個裡面 首先如果說你想要看的是 假設這個文章,點一下 像我用OneNote大概超過一千多個日子的 這是我部落格寫的文章 那這裡呢,你就可以怎麼樣 平常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平常在看老師的教材、看網頁的時候 有沒有做筆記的習慣? 沒有 過目不忘 開玩笑了,你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筆記的功能? 各位進去應該是自動就有了 有一個筆記的功能 你有沒有發現我可以做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做圖像式的筆記 有沒有 對啊,為什麼你的筆記不能跟教材合在一起? 這樣不是更好嗎? 如果你的筆記跟教材能夠合在一起的話 你的筆記比較不會不見啊 你只要知道教材在那裡,回去找就有了 對嗎?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 那目前呢 各位 如果你是用訪客帳號的 只能有文字型的筆記 只能有文字型的筆記 所以呢你看 這是中正的第一個筆記 按一下確定 你可以有很多個 有沒有 它就照時間 那你也可以自己重新再編輯 好,重新再編輯 甚至你把它鎖起來都可以 就是只有你跟老師可以看 別人同學不能看 因為這個筆記的話 預設公開的嘛 就是你們同班同學都可以看到 好 這樣了解嗎 這個地方 當然不要的都是這種 按下去就好了 這是第一種 那 要做那個 這種筆記的 需要裝一個擴充工具 裝一個擴充工具 但是我剛強調了喔 如果你是訪客的 不好意思喔 只能當客人 你這個功能就不用用 你看我來按一下喔 按一下手寫筆記 有沒有人說你要裝一個擴充工具才行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Chrome嘛 所以你就找Chrome的 你把它點一下 好 你就把它加入 那確定新增之後呢 在我們的右上角這邊 會多一個圖示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新增成功了 你看我們右上角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都一個圖示進來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網頁關掉 剛剛這個頁面呢 我重新整理一次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重新打開整個瀏覽器嘛 所以我就把畫面重新整理一次 你看看喔 如果你今天想要來做筆記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到這裡 你覺得這個有個筆記可以做 那我就來這邊手寫筆記按一下 他會把現在的畫面抓下來 有沒有 他都自動抓下來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右手邊這裡有 這些工具 有筆的工具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畫 事實上其實我們現在做筆記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有些人很會畫 有些人不會畫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只純作文字式的筆記 有時候那個圖像式 或是像軟體操作 就很難學會 為什麼 回去找不到位置 我可以這樣把它拍下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也是什麼 手機啊 上課很無效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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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手 一直在拍 沒錯啊 現在大家懶得用手寫都拍的 這個也可以用拍的啊 如果老師都已經有電子檔給你的 你還可以看一下當初你怎麼畫的 有沒有 那如果好了一樣 這裡有一個提交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提交 你就把它提交出去就好 這樣你就有一個圖像字的筆記就在這裡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記得必須要是標準會員註冊的那一種 你才可以用這個擴充工具 等一下我們還有告訴各位 擴充工具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好處 在收集教材用的 好 收集教材用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各位在瀏覽的時候 第一個會遇到的 我看教材的時候呢 我右手邊就可以做筆記 第二個 我們的教材剛剛這裡面有12個對不對 你除了回到這邊來點以外 也可以在哪裡 從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 在這邊 直接選擇看你要看哪個教材 沒有人規定要從第一個開始 第二個照順序下去嘛 你可以跳著看 那因為你已經是one note的 就是加入群組的 所以有沒有看到我右手邊這裡有東西 有沒有發現有打勾的 也有是有人在跑的 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是你說 就是你有看完的 這個是你有看過 但是還沒看完 那你一定會問我一件事情 我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看完 到底標準是什麼 標準是由老師那邊定的 老師那邊如果是影片的 他可以定說 你要看完百分之多少才叫看完 那如果是文章 他可以定幾分鐘 如果這樣呢 如果我看了這個 我看一下 我看另外一個 這裡 你看上面這裡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開始在倒數 有沒有 這樣就表示我正在看 這樣你了解了嗎 等到你通過那個的話 有沒有跑出來了 對不對 等到你通過了 他上面就是OK了 好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找一題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有影片題的 我現在這邊這個不是影片題 我找一個影片題給你看一下 影片的部分呢 在應該是教材類型這裡有吧 有有有有 沒有 那應該在測驗 這裡 有沒有這有影片的 對不對 影片可不可以做 筆記 也可以啊 你們上課我問一下 各位好了 請問上課老師有沒有 有一些有播放影片的 難免嘛 現在不然國中小 到大專都會有 因為網路上支援很多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看喔 我就 假設我看到這邊好了 看到這邊 欸我覺得這個我不太會 你就一樣 你可以用文字式的筆記 好 一樣我把它確定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有沒有幫你記錄下 在什麼時間看的位置 影片的位置 這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今天如果我 回到這邊來 我重播一下 好 Play 我如果要看這個筆記的內容 點下去 有沒有自動跑到三分多 因為你是在這裡做筆記的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事實上呢 這個是one note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當然如果各位 你就是想要用youtube 看影片 然後我就來做筆記 請問有沒有這種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有 真的有 做這種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就是看youtube影片 不管你看哪一種 你都可以在上面做筆記 什麼時間點都有筆記 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樣也很方便 那我們呢 一樣 你也可以像這樣 做什麼 手寫筆記也可以 這樣有了解嗎 萬一多 你剛剛的過程 晃神了怎麼辦 蛤 老師上課的時候 你會不會偶爾晃神一下 你就來這邊告訴他 啊不然你倒退十秒鐘 因為我剛剛沒看到 就不用自己拉 這樣了解齁 所以也蠻好玩的啦 好 這個是在影片的這種教材類型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做的 那各位呢 看完這幾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OneNote上面還可以看到一件資訊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閱讀教材的情形 有沒有 你打開之後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管你是這個還是這個 你可以知道說 欸我這個教材有沒有閱讀的 有沒有看過的 大概閱讀的時間是多久 叫作業有沒有教 是不是就比較一目了然 你們現在 學校的所有學習平台有這樣嗎 沒有 有班長負責提醒嗎 同學你快被盪了喔 快點 叫作業喔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是 基本的 那個 操作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看教材的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對不對 對